好,103这一题呢,我们这边啊,画一条线 然后呢,先画垂直线好了 互交化线的指令啊,画一段60 这段线段呢,我偏于复制10 好,那5应该也要用到 所以呢,我顺便把它做起来 然后你直接互交化圆角的指令 直接把这一个圆角先导出来 好了,之后呢,因为中心要有一条线 所以这一条线我们暂时留着 我互交旋转的指令 然后呢,把这一个图形啊 做旋转,记得是抓终点 这边抓终点,好,旋转的话呢 逆时钟,所以我给互的12.5 好,这个先转过来 好的的话呢,接着下来互交化线的指令 抓这一边的端点,我把互交锁点打开 这一条线打稿线 这个也是打稿线 我把画面拉近一点 互交修剪的指令,这一边剪掉 互交偏于复制5,左右各一条 好,互交圆角的指令,把这一边做起来 好,这一个好了之后呢 这一条打稿线先删掉 然后接着下来我们互交化线的指令 这边你稍微留意一下 选这一条垂直线,水平线 中心线跟这一条的中心线才会一样 所以是选中间的这一条 好,互交化线的指令 抓这一条中心线 好,跟这一条是一样的 好,因为我刚刚有修紧过了 对不对 好,这一条线是中心线 拉长一点 好的的话呢,这边做近色 MI,这一个,还有这一个 结束,抓圆心 点,enter 好,这一个呢,是一个 那我把这边先做一下修剪 这一个是这里剪掉 再来,这个剪掉 好,那这边还要再剪 这边稍微留意一下这个图形 这边有没有 那近色的时候,这边是多了一个 你可以先删一个 不过这个待会是没有影响 所以呢,有三没三的话 其实是无所谓 接着下来呢,我们在这一边 后面的部分呢,就用复制 复制的话呢,打稿线不需要 中心的打稿线不需要了 所以呢,我只选外围的 好,这个外围的 那这一边呢,是要选这一边 复制过去的话呢 就有,对不对 所以这一个没有选 好,结束 抓这一边的端点 或者是圆心 抓,复制这一边 复制这一边 复制这一边 一共,它一共有六个 二四五 再一个 六 好 这一边好了之后 我把画面稍微拉圆一点 这一条线画的不够长 我再把它拉长一点 接着下来 这一边 呼叫画线的指令 抓圆先拉上来 点 偏移或置三十五 选这一边 偏移 线又不够长 拉长一点 呼叫画圆的指令 装这一边的焦点 输入一个D 直径四十 Enter 再来一次 相对小老鼠按Enter 输入一个D六十 好 这一条线不够长 拉一下 呼叫修剪的指令 把这一边先剪掉 选这一个点 滑鼠按右键旋转 这个是一个 负的二十度 负二十度 好 转过来了之后 这边转过来 这边这一个弧呢 要画的话 我先把它修剪掉好了 这一个修剪掉 好 然后呢 这一个原因要怎么画呢 呼叫画 呼的指令 绘图 呼 起 中 半径 起点呢 要逆时中给点 所以起点是这一边 中点是这一边 半径的话 要记得给呼的 原型在外面 呼的 7.5 为什么是7.5 因为它的直径是15 好 把这个圆画起来 好了之后呢 再来整修这里 呼叫偏移 复制 5 左右各一条 好 然后这边也是上下各一条 好 这边小心哦 呼叫修剪的指令 T.R. 选这一个中心的这一段 呼叫圆角的指令 选这一个跟这一个 好 这个半圆起来了 呼叫修剪的指令 不要的 剪掉 这一边也是一样 修剪掉 T.R. 先把这一边的 这一个圆的部分 先删掉好了 好 这一个跟 呃 是 这一个 好 然后这边 呼叫圆角速度一个 半径10 这一个跟这个 好 这边要修剪掉的 T.R. 呃 这一个是垂直到这一边 选这一个跟这一个 结束 剪掉 还有 这里也剪掉 那这一边 档稿先不要 修剪 这边修剪掉 好 画面推一下 好 稍微留意一下 有垃圾的话 有看到就先清掉 要不然的话 你会画面太乱 好 接着下来呢 是这一条 不要 这一边呢 修剪掉 这一个 修剪掉 然后 这个 删除掉 好 图形 这一边 这一边 这一个 它是有一个 圆 其实这一个 这边因为没有查到 所以你可以不用画 不用理它 这边删除掉 好 修剪掉 T.R. Enter Enter 两次 全部选的意思就对了 然后把不要的剪掉 这边是不要的 剪掉 好 开始剪了 这边不要 好 这边有多出来的 先暂时不理会它 不过你待会再 如果有选到的点 要特别留意就对了 好 那我们先查 第一题的话呢 中心点A跟B的距离 好 查距离 A点的距离 A是这里 到B点的距离 是这里 好 147.1895 对了 好 第二题 第二题那是 C跟D 好 一样是查 距离 C跟D 这一边特别留意一下 是在上面的这一 比较上面的这一点 点 好 172.926 172.926A 好 再来 它问哦 1的桌场 1的桌场 这个范围 特别留意 这边这条线还在 所以那是只有 这一个范围而已 好 输入 BO 点选点 点 Enter 把它搬出来 好 这边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做查询面积 输入一个 O 点 好 它是说桌场 桌场的话呢 是295 29.2810 2810 对了 好 这个删掉 再来 它说 整个图形的水平长度 记住 抓这边的终点 这边一定有通过这里的圆形就对了 如果没有的话 可能就错了 好 查询距离 这一个到 这一个 你也可以抓室温圆点 并不一定要 并不一定要划线 你这边抓室温圆点 抓这边的终点 一样可以 好 225 225.8365 8365 对了 好 再来 这边 你复制一份出来 比较保险 万一 有一点点 不大对劲 我们还可以回去看 那这边呢 用修剪的指令 这个独立的先删掉 独立的这个部分先删掉 这里 这一条线好像也是独立的 所以我先删掉 接着下来修剪 TR Enter Enter 两次 把不要的部分 点点掉 所以缺口的部分点掉就对了 不要点的太快 万一有需要的 你也点掉那就完蛋了 好 这一个 然后这一边 这一边 好 输入VO 你会问我说 这个线要不要剪 其实这个好像不用 这个版本不用 有没有 好 Enter 搬出来 较移动的指令 把它搬出来 接着下来呢 查询面积 他说这个图形的最外围面积 输入一个O 直接查 好 面积是多少 呃 8391 8391 32 对了 好 这一提到这边